大家好,我是Dan 尽管全代表苦口婆心等待 多次给他们机会 却一直攻击全代表的三副体 真的要再见了 今天10月23号 Athreat官方声明 我们已经通知了旗下女团5050成员 Cena Sio Aran 于2023年10月19号起 解除专属合约了 5050这三名成员为了破坏合约 擅自逃离了经纪公司 并毁谤毁损了所属公司的名誉 在严重违反合约的情况下 迄今为止也没有采取任何纠正 反而一直在重复 已经被法院驳回的事项 歪曲事实并坚持虚假的主张 之后Athreat将对策划摧毁合约 没有反省的所有当事人 采取强烈的措施 此外5050成员Cena 为了纠终错误 从7月开始就努力说服了其他成员们 现在他已经回到经纪公司 我们对勇敢坦白事实的Cena 心存感激 一直以来都没有对成员们说狠话的全代表 应该是完全放弃了750 那么那么想要离开公司的三位成员 终于实现梦想了 我好担心他们突然说想要回来 绝对不要原谅他们 诉讼也好 所害赔赏也好 要追究责任到底 给了他们那么多机会 完全不反省 还一直发表立场文 有那个时间就不能跟公司沟通一下吗 现在50这个名字 Cupity这首歌曲的版权 都在Athreat那边 Kina也在 所以可以招新成员 重新开始50-50了 这样的话 出了新女团 也可以做50第二期了吧 因为有原年成员Kina 以Kina为中心 再找三个人 做50第二期就好了 很有这个可能性 所以 对于50-50 三位成员被解除合约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演员全孙敏 今天宣布退出Renime 结束六年来的活动了 10月23号 全孙敏的所属公司声明表示 全孙敏将于10月30号星期一的录制之后 正式退出SBS的节目Renime 由于与节目已经有了长时间的合作 经过深思熟虑 与节目成员制作团队 以及经纪公司的深入投论 我们决定需要一段休息时间 以在未来的活动中展现更好的一面 SBS电台也对媒体表示 虽然我们有长时间讨论如何持续合作 但我们尊重全孙敏的决定 不得不遗憾地做出这个告别决定 感谢了全孙敏在Renime六年多的努力 也感谢了观众们的支持 希望大家能继续给予陈孙敏温暖的爱恨支持 好遗憾 我是因为琢瓶才重新看Lenime的 现在也是因为琢瓶你才看呢 好遗憾 但这是一个好的决定 希望能以演员常常看到 离开得很好 Lenime也该快换人了 六年的话算是做了很久 结束得很好 因为本业做得也很好 希望能在更多的作品看到 陈孙敏加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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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